有沒有最危險的經驗 就是讓你覺得應該要冰死了 就是這種 啊 有有有有一次我拍跳海 然後因為那個畫面 編劇寫得非常的唯美 我要在那個海這樣子 好像要沉下去這樣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 東北角龍洞那邊 然後是九孔池拍 然後那個水位就是剛好在我的這裡 不上不下 不上又不下 所以我要綁 身體要綁千塊 我才能夠沉下去 可是其實那個高度就是 就是上也不去 下也不去這樣 所以我就 我就沒有辦法 一直很順利的拍戲這樣 那因為其實在台灣 可能這樣水下的攝影的 這個設備沒那麼齊全 反正我只知道說 我已經算是會 非常會游泳的人 我都拍到 我跟導演說我不行了 我再拍下去 我一定會死掉 然後我是整個人這樣 被扛上岸的 所以那一次我真的有 感覺害怕 可是其實我常常吊威亞 大家也知道那個名場面就是 我吊在計程車上面 然後被吊到五樓的空中高這樣 我那時候都想說 不要想不要想 趕快拍 拍完收工就好 這樣 對對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啦 真的三天三夜可能講不完 可是就是說 就是那時候我都會覺得說 趕快拍完就好 這樣 最近那個三夜在拍新的 發展上 你說好像 曾經有想要找你 是啊 對對對 因為其實他們每一次都會 邀約我 每一次到現在其實都還是會邀約我 只是可能就是現在真的太忙了 就比較沒有辦法去負擔這樣子的 工作量 所以就是 感謝他們這樣 對 有想過只要客串一下就好嗎 就是玩一玩這樣 我是真的有想過 就像他們其實這次邀約我的時候 我其實很想回去過過戲 可是在很多工作的這個考量下 我還是真的就是忍痛拒絕 不然我真的想 你看 苗可麗 江國斌 然後謝成鈞 都是我的老戰友 我是真的很想回去跟他們拍拍戲 過過癮這樣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大概知道那個 工作量跟角色的分配 哇 我想說 這個一拍下去 我可能 我自己的事業 我會真的過不了 所以就是 就是 有點就是 覺得 啊 很忍痛推掉